最近这个电漫拍的比较多啊 把八卡雷龙都给忘了 你看孤单那个这嘎子一爬好像是条泥袖 但是我跟你讲这鱼脾气可大啊 脾气大到什么程度呢 瞅自己都乃气 就一照镜子之后那瞬间就生气了 脑袋鼓起来了 塞也炸开了 翻也打开了 就你们现在看到他表现出来这个状态 我跟你们说是今天的心情好 换平时心情不好的时候 这时候隔着波里哗哗就要咬死自己了 哐哗咬啊那都啊 之前直播的时候就有人问过我 那八卡雷龙打电漫 谁能打过谁啊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在电漫不放电的情况下 他俩同样的体长 八卡雷龙指定是能把电漫把把给打出来 但问题是人家会放电吗呢不 你别老研究电漫能不能打得过谁这个问题 为什么自由波及不让你用电供 电那个玩意儿它是规则之外的东西 那是个挂 所以说别纠结这个谁能打过谁的问题了